其實中式的東西需要多些人來做 傳統的東西需要多些人來做 我們是要將傳統的東西再做得好些 讓它可以走得再遠些 有沒有想過中式餃子 可以跟意大利雲吞扯上關係呢? 上環半山有一間新開的餃子店 店舖主打新派口味的餃子 老闆是做西餐出身的 所以無論食物還是理念都必須一家 我們店舖主要是做手工的餃子 抄手淚、皮薄的餃子 煎餃類、手工自己打的麵 全部都是半面 這間店舖叫做家傳餃子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家人、我爸爸、我爸爸的爸爸 他們都是做中材的 他們是第一個教我去認識這個食物 很重要的人物 我自己有做過西餐 我有讀過西餐 但我很希望做一些傳統的東西 然後將我家人帶給我的 對於食物的理解 然後通過我和餃子 可以傳承下去 因為這個原因 令老闆堅持每樣東西都要自家製 每天早上我們會先打皮 高筋的麵粉 加水去搓麵 然後我們用舌頭 滾到我們想要的口薄到 再擦出來 因為我之前是做開 意大利手工的雲吞 意大利麵的菜 所以我們就沿用這個做法 去做中式的餃子 把中式的餃子餡 和西式的做法 混合在一起 如果芫荽餃 就用芫荽不整的皮來做 我們希望這件事完整些 不是說 叫一本皮包完所有的餡 它這麼有原則 賣的餃子又怎會是一般貨式 例如最受歡迎的麻辣雞軟骨 雞肉抄手 賣相就完全不同 外面的紅油抄手 麻辣雞軟骨的餃子 主要就是雞肉 雞腿肉為主 之後雞軟骨 我們會把它切到很碎 我們自己做一個辣醬 混合這幾樣東西 雞軟骨小粒 脆脆的口感 但是不會太多 老闆還說餃子已經很夠味 加上特製的醬汁 可以令到外皮更加香口 味道辣中大甜 口感爽脆 所有的熔岩餃 熔岩的系列 好像一個粟米忌廉湯 或者一個松露忌廉湯 就是所有材料 用忌廉去煮 煮到它很濃 再攤凍它 之後再包在餃子裡 然後做煎餃 所以它裡面會流心 而粟米熔岩餃也很有創意 忌廉濃郁香甜 但一點都不漏 很有驚喜 因為外國人很喜歡吃芫荽餃 還有麵 他們很喜歡吃蛋蛋麵 對我來說 對他們來說 都是意粉的一種感覺 我也有跟他們說 其實我可以叫這個做意粉 我可以開一間意大利餐廳 我可以把這個半面 當作意粉賣 其實中式的東西 需要多些人來做 傳統的東西 需要多些人來做 讓它可以走得更遠 最初是由網店做起的 在IG購買 當我們交收越來越困難的時候 我就找了一間實體的店 但我自己這麼久以來 想做的都是一間餐廳 我喜歡跟別人聊天 分享我自己對食物的理解 所以就搬了過來這邊 辛苦的辛苦 怎麼會不辛苦 我只是一個星期放一天假 你看我的樣子已經殘得這樣 不過忍吃的小時候很辛苦 很困難 很長時間 沒辦法 因為我選了這件事 這個我想做 體力上的辛苦 很長時間的辛苦 努力 而那些걸呼喚 材料